画面中桥梁侧边护栏位置出现裂缝 路旁有碎石子 整座桥看起来已经年久失修 陈南新竹县政府桥梁检测标案公司的老板 前健行科大教授陈明镇被踢爆 2018年检测这座桥室居然贪图方便 指示学生上传不使照片猛混过关 传出其他桥梁的检测也是使用相同手法 包括新竹新丰香的太和桥以及后湖桥 陈明镇在2018年也都指示学生到桥梁管理系统上 驱报有派源到场检测 将其他公司在2016年拍摄的照片裁切后 甲冒公司有派源到现场拍摄 向新竹县政府办理验收 被县府发现向地检数据发 有关107年这个厂商检测的结果 其实只是应用到前年度的资料 那当年度检测的结果也是安全的 那在历经我们109年跟111年的再次检测 结果也是安全无语 所以现况是没有行车的安全问题 夜路走多了总回遇到鬼 陈明镇还被踢爆 2019年宜兰南方澳大桥断裂坍塌案 从得标到审查都是自己人 宜兰地检署依伪造文书 诈欺取材罪起诉陈明镇 并向法院申请没收不法所得823万 新竹地院则依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罪 将陈明镇判刑6个月 学生兼员工的黄姓男子判刑4个月 缓刑2年 两人都可以一颗发击 明镜新闻黄超康 新竹报导